像那个在网页上面你要画表格的话 一定都要知道说TR就是一列 那我这一列开头呢就在这里 这边开头 那接下来的话呢 里面如果要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储存格 我必须要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TD开头 所以呢一个储存格的开头就是TD 那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放1乘1等于1 后面一定要结束一个TD 就是这个储存格结束了 再来的话下一个什么TD开头 就是换下一个TD对不对 然后呢里面要放什么呢 1乘2等于2 然后结束一个TD 依此类推 所以呢这一列跑完之后呢 就会折航到哪里 到这里来 就变成2乘2等于2 依此类推全部都跑完 那总共呢会跑什么呢 九列 九列跑完之后呢 那这个九列就出来了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跑的方式呢 并不是我 这样子手动把它输出 而是什么 我要跑回圈 那回圈结束之后的话 也要一个斜线T TBody跟一个斜线Table 那这个部分呢 就需要用到什么呢 需要用到Fall回圈的部分 那Fall回圈部分的话呢 在我们第三章的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三日四字页 跑出来这个地方 其实这里会用到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 所谓的潮状回圈 那潮状回圈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使用才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那请各位呢 稍微也思考一下 其实呢 这个地方 之所以会跑出这个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那各位 可以想一下 其实这里的话 我会需要有两个回圈 第一个回圈是决定什么呢 列的部分 就是决定这个方向 第二个回圈是内回圈的部分 决定哪个方向 纵向的方向 也就是说呢 我第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给一个 for i i的这个值 这个int 就是一个i的这个变数呢 它是决定列 先跑第一列 第二列 这个i的值会累加 再来的话呢 决定里面这个储存格 就是蓝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给一个j 给一个j 那我这地方要怎么样可以刚好 做出一个潮状回圈 那这个部分呢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三至十四页的这个下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城市部分好了 首先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所讲的 这里 其实基本上需要两个回圈 这个回圈 for回圈